好,幾天沒做過影片 有人問TB打飛機怎麼打 粗略做個介紹 我這個隊伍確保應該是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都能打過 第一階段比較難打 第一階段就有機會用YW才行 第一階段就有機會死了 所以要先講清楚 事不宜遲 我這個帳戶比較差 所以就用這個帳戶來示範 首先是GK GK是聖物5 未是最快的 因為聖物7是190 186速 5仔是聖物7 最高速是203 因為我的帳戶不是最強的 接著是ETA ETA 只是聖物6 也未做聖物7 ETA187 因為ETA速度是189 如果聖物7 那 CS 即是複製人中士 複製人中士 座底要G11 穩固一點 對 即是要G11安裝 穩固一點 如果10安裝或以下 很容易 如果AI無端的選擇他來打 即是會死的 接著 你需要的 只是兩隻 正常情況都不會出到 最後的船 第一隻船就是普羅空 即是APOCUN 第二隻船就是Rex 普羅空一定要援助這招 升到第二級 接著就要有共和國之翼 這個 就升到第八級 要有爆擊免疫 接著就要有 最好就是有這個 有這個 這招的時候有多少升多少 因為我這個普羅空都 升到第九級 其實就不厲害 你看到我的毛組都是亂來的 這隻船其實 它存在的價值就是用來增援 接著就是Rex Rex 很多人都會是聖物五級或以上 因為打Ranko 都是盡力 因為這隻船出來 就是要這一招 有備而來 這招 這招會是 有幫助少少少 如果有人抵抗了減影效果 另外就是這招 這招一定會升到盡 因為這招會有些特殊用途 試一試 跟大家試一試 先說明 這個是普通戰鬥 不是特殊任務 不是特殊任務 正常情況就是 普羅空Rex 接著就不用出其他了 那開球 有兩個敵人組合 其中一個會比較難打 這個會比較容易打 如果是上金獵人 就比較容易打 但上金獵人也有個麻煩 就是 他那隻IG1000 是有機會無端端 IG2000 無端端 只打其中一隻會打死人 現在 開頭很幸運 沒有人死 這個情況下 無論如何都會出這招AOE 因為你不出這招 沒有勇氣 是新的 你就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主力艦的TM 現在 這個時候 可以選擇普攻 或者 用第二招 可以 用第二招 希望可以打死 獵犬之牙 如果用第一招 也無所謂 那就試試打第二招 第二招 他就有 增益 免疫 就可以嘗試 集中火力去打死他 現在IG2000 都有目標 鎖定 五仔可以出 第二招 打在一起 然後 普羅空 普羅空 在這個時候出現 用來補血 以及 整隊人的回合條 一出來 回一回血 然後出第二招 第三招 待會再出 不要現在出 現在出了會浪費 因為現在還有兩個人 挑釁 出第三招 等到他們三個人的勇氣 快點去消耗 這個時候 因為CS沒有被打過 所以先用普攻打 然後 這個也先用普攻打 好了 這裡 很重要 如果你們攻會有突擊陣營 在第一階段 有 六格 的小隊 都塞滿了 就用突擊陣營 先用突擊陣營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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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了冷卻 然後 再用第二招 即是 共和國保護的這招 選擇 在ETA 然後 你可以 再出第二招 就 打死鳥犬之牙 現在你發現 用了突擊陣營之後 是 沒有 沒問題 沒問題 不 沒有 是 的 沒問題 有 沒問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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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